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 阿N与阿N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石燕子的戏剧人生 石燕子原名叫做麦志胜 就是香港著名粵剧演员 他的戚冠就是广东的信德1986年9月9日逝世 享年66岁 在九龙城的圣德勒萨医院 在那里逝世 他的配偶就是任兵仪 石燕子在1920年出世 在广东纯德园 他被誉为新派的武藏园 他文武兼笔 善演一些传统的排场戏 在1930年代就已经成名了 去到40年代和50年代 他在粤剧舞台上是红极一时的 他在香港拍了很多的武俠电影和粤剧电影 在70年代和太太任兵仪组成了现身声剧团 在香港是一个颇有威望的 也是相当受欢迎的 在六角大风相记录片之中 我们可以一睹他没有狀元的风采 石燕子年纪被何非凡 小两岁 但何非凡就拜他做师傅学艺 此外罗家宝也曾经是石燕子旗下的成员 石燕子在1980年代 在香港电台的节目《红灵素心星》里面 一个专访节目之中 曾经被对方评价 他就说何非凡和罗家宝 他就只是专注于唱刊 忽略了一个粤剧演打翻念 这五宫里面的其他四宫 就只是专注于唱刊 这就是不足够的 也是一个陷事来的 石燕子曾经在1984年 就主演香港电台电视部 和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的 情景喜剧《左轮右里》 在《左轮右里》这个剧里面 石燕子就饰演一个 当时是居于刚刚落城的 沙田新水村的一个市民 在村里面这个街市 石燕子就经营集货店 就是这个集货店的老板 演活了新市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石燕子晚年就喜欢骑马 和画角画 生活就相当多姿多彩 在1986年7月24日 石燕子和朋友打麻雀的时候 打完之后 就突然突发性的老中风 马上就送了入九龙伊丽莎白医院 其后就转送去法国医院 当他入院之后的第一个星期 人都还好好的 仍然是清醒的 当时曾经来过探病的朋友 例如任劍辉白雪仙 曾经多次探望过他 当时他也很清醒的 和饮者和仙姐聊天 可惜转送去法国医院之后 第二个星期 忽然之间病情恶化 病情恶化之后 就处于半昏迷的状态 直至9月9日上午9点45分 石燕子病逝于法国医院 中年66岁 9月12日在九龙殡仪馆 用佛教仪式出品 灵救转移到葵冲政府 火葬墙火化 这也是石燕子的一生 接下来 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石燕子 曾经拍过的电影作品 他曾经拍过的作品 参演过的演出有125部 在这里慢慢和大家讲讲 1948年有《富贵浮云》 《花蝴蝶》 《武宠大闹狮子柳》 《增严斗丽》 《孙悟空大战诸八怪》 《方世玉与苗翠花》 1949年演出有《贝解红罗》 《方世玉》 《胡慧乾三探武当山》 《红蝴蝶大战彩花财》 《方世玉》 《方世玉仪战武鵝眉山》 《方世玉火烧红云子》 《方世玉万里布施首》 《三道九龙杯》 《大部份》 《大部份》都是武打的羽蝉 《鱼蝶》 《大部份》 《大破青罗谷》 《金凤池以呂四两》 《江南八大盒》 《方世玉大破白莲子》 《方世玉父子报血仇》 《方世玉片》 全部由石燕哲做《方世玉》 此外五零年亦有 《楚云雪夜道彈朗》 《武判安大闹三门街》 《濟公三气华云朗》 《关东九合真假方世玉》 《神合金罗汉》 《鹅微鸳鸯劍》 《上下集》 《方世玉血战阴阳洞》 《大刀皇五血战小霸王》 《鹅微飞劍合》 《关东飞合大战方世玉》 《拿渣增夺罪宝盘》 1951年 《非刀李凤娇》 《方世玉千里送严良》 《大刀皇五肉血千仇己》 《帥仔玉三打下山虎》 《雷电追封剑》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 《石燕子的戏剧人生》 暂时又分享到此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 这个阿N与阿N的朋友 下条片继续和大家分享 《石燕子的戏剧人生》 再见